大家好,炒瘦肉很多人都喜欢吃,但是在炒的时候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炒。 今天大厨教你一招,让你炒出来的肉丝滑嫩入味,不腥不柴,非常的好吃下饭。 饭店一份卖58,咱们自己在家做,成本5块钱就可以搞定。 首先我们准备2块钱的猪里挤肉,这块肉吃起来比较嫩。 然后用猪肉把刀切成厚厚的薄片,尽量切得薄厚一致。 这样炒出来更加的美观。 一般新鲜的猪肉都不好切,可以把冰箱放猪肉里冷冻一会,稍微冻硬一点,这样切出来的猪肉根根分明。 猪肉切好之后,直接装入碗中,加入188粒食盐。 一勺黄色的鸡精,少许白砂糖。 一勺生抽。 少许老抽。 充分的给它抓拌均匀,让猪肉入一下底位。 接着加入少许的苏打水。 充分的给它抓拌均匀。 加点小苏打水,可以让肉丝更加的鲜嫩。 口感不会发柴发硬。 抓匀之后再往里面加入一个蛋清。 继续抓拌均匀,蛋清可以让肉丝的口感更加的滑嫩。 然后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抓匀。 最后倒入一勺食用油,锁住水分。 亲爱的家人们,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简单的家常菜,你就点赞关注一下吧。 以后想吃,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 抓拌均匀之后放一边腌制10分钟。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切点配菜。 两根青椒,用我家的刀给它切成长段,再切成细丝。 然后再准备一些红椒也切成细丝。 青红椒主要用来搭配颜色。 切完之后装入盘中。 再准备几个黑木耳。 泡发好之后给它切成细丝。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些不要钱的大葱。 大葱可以多切一点,斜刀切成长段。 再准备一块生姜切成薄片, 再改刀切成细丝。 一把大蒜切成蒜片。 切完之后放入小碗中。 下面准备一口干净的锅, 往里面倒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油热以后放入肉丝, 快速地给它划散,翻炒一分钟即可。 炒熟之后盛出备用。 锅中留少许底油, 放入蒜片,将丝还有葱段爆香。 加入青红椒, 还有木耳翻炒20秒。 加入盐,鸡精,生抽调味。 炒至食材入味之后, 倒入炒好的肉丝。 大火翻炒一分钟, 最后再沿着锅边淋一点香醋, 这样炒出来的味道, 吃起来会更香。 翻炒5678下就可以出锅了。 这样一份非常好吃的青椒炒肉丝就做好了。 看着就特别的诱人有食欲, 肉丝吃起来鲜香滑嫩, 一点都不柴。 我家三个挑食的女儿, 隔三差五点名就要吃这道菜。 做法也非常简单,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, 在家试试吧。 我们下集完! 再见!